會去偵測最下面一個,比如說這個時候變成另外一個YYY好了 按確定,他又去偵測了 那一直換一個,有沒有,他還是會去偵測 所以一直往下,那這樣不就可以累積 也就是說你將來這個就可以變成一個類似會員系統 人家進來,你會填填填填,有沒有 甚至你可以問他多個電話號碼啦 問個相關的資料,他不就可以存起來了 所以也就是說把Excel當成資料庫來使用 OK,那再來其實今天講的主要就是說 第一個我們有點複習一下 前面入門課裡面講的如何把函數公式轉變成VBA 第二個就是說一個簡單的表單如何製作 第三個就是說如何把表單輸入的結果 再輸入到Excel,把Excel當資料庫來使用 OK,那下個禮拜的話一樣大概就是表單 不過後面會加上一個資料庫 也就是說我今天這些資料我已經輸入了 可是我今天有很多人跟我做一樣的事情 那怎麼會整?當然勢必最簡單的方法是 我全部的資料假設會出到SS好了 或者是其他資料都可以 那再把舊資料給刪掉 那這部分怎麼做?我想這個部分的話下個禮拜再來看 那相關的補充資料我通通把它放在雲端上了 今天的東西都在這裡 另外的話,今天的錄影我也會再把它寄給各位 不過之後的我會放在論壇裡面 那請各位自行再加入 那個是不開放的論壇 就是給同學加 那以後上完課的影片連結也會貼到那邊去 或者是說跟我們課程有關的一些補充資料 我也會放在我們論壇裡面 那或者是各位有問題的話 也可以在上面直接提出來 OK 因為我們這門課基本上是希望比較活一點的 那你們如果有問題的話 也歡迎各位可以提出來 比如說你工作上面 但是也不要差太遠的 或者是說你突然給我一個很跳衝的一個問題 我可能沒辦法一下子馬上 你可以比較focus在這個部分 有問題的話也可以把它提出來 OK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那關於這種 我們這次上課這樣的內容規劃跟上課方式 大家這樣有沒有 有沒有問題 或者是有沒有這樣OK嗎 好 真的要把這個課 在八次上課全部講得很透徹 真的蠻難的 不過我會盡量的用一些 一些方式雲端或者是其他方法做補充 那這樣的話你們也可以在課後 盡量就是反覆聽 然後盡量找時間練習 我相信這樣的方式應該可以讓各位在工作上能夠得到應用 那你們有實際上的問題 那也歡迎提出來 也許你的問題也是大家的問題 或者你比如說資料庫每一個類別 行業別不一樣也不一樣的需求 好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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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個人 政府要讓阿邊